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阴阳路》 清明节这天 大眼雷一大早就来到屋地给他老爸上坟了 由于整天装神弄鬼吓唬人不学好 大眼雷的发量变得是越来越少 接下来大眼雷讲了一个发生在坟地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超墓碑 阿乐狗盛和大头三个人一起出去野游 他们来的这个地方紧挨着一个大坟场 野鬼孤魂景色一人 而且游客非常少 除了他们三位再也见不到一个猴子 晚上三个人在湖边边烧烤便行聊 说的都是一些低级趣味的话题 非常的恶促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把这三位吓得浑身一哆嗦 阿乐在旁边的野地里拉屎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美女正在喝里嘻嘻 这下可把他给乐屁了 急忙踢上裤子去找狗生和大头 可等这三位再跑过去的时候 那美女早就没眼了 三个人正在打闹的时候 一个白衣女子突然一晃不见 把阿乐吓得是一阵阵的干颤 当他们回到河边 发现居然多出了一个帐篷 回一会儿 阿芬和琪琪还有一肥婆 从帐篷里钻了出来 阿乐和阿芬一见面就对上了眼 阿芬说 呸你这个渣男 想跟我闷点蜜根本就没戏 阿乐说 追我的女孩千天万 长得都比你好看 几个人正闲聊的时候 阿乐突然看到了神出鬼没的罗德妈 罗德妈说 你居然连我都能看得见 看来你快要领盘饭了 阿乐一看罗德妈一脸的凝笑 当场就吓尿了 阿芬说 抄墓碑 每个人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抄下墓碑上的姓名和生辰四季 谁抄的最多就算谁赢 就在这个时候 墓地管理员何大爷突然出现 何大爷说 你们别大呼笑笑 万一把这里的住客给抄醒了 那可不是开玩笑 接下来到了抄墓碑的时间了 阿乐抄着抄着突然愣住了 墓碑上的阿芬正含情默默的看着她 他这才意识到 阿芬这三个女孩很有可能都是女鬼 阿乐一路惨叫着 连滚带爬的往外跑 最后终于因为犯了心脏病而丢了命 说白了也就是被吓死 其实阿芬奇奇和肥婆并不是女鬼 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捉弄阿乐而搞的恶作剧 不过他们可没想到 向来以傻大胆自居的阿乐会被吓死 阿乐一夜未归几个人急忙出去寻找 在一个新坟的前面赫然摆着阿乐的照片 阿芬一看吓得当时就太软了 大伙急忙去找管理员何大爷 在门口遇到了正在沉淋的景洪 景洪说何大爷几年前就死了 你们是不是昨晚上看见他了 那是他的鬼魂啊 这老顽童就爱大半夜笑过人 几个人正蒙圈的时候 旁边大门缓缓打开了 何大爷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阿芬一声尖叫所有人都吓尿 就在这个时候阿乐突然出现了 当一个真正的鬼在开玩笑的时候 演技那也是杠杠的 所有人都信了 一帮人正打算乘船回去的时候 看到阿乐和何大爷正出他们回首的 希望他们有空常来 一天晚上大眼雷开着他那辆中西河壁的车 无意中闯进了大头和狗盛所在的剧路 此时剧组正在拍摄一部影片 男女主角分别是胸哥和丹吉 接下来大眼雷讲了第二个故事 名字叫做阴阳路 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 小提来到了李大妈的商店 这天是小提和他老公景洪的结婚期间日 他特意为老公买了一块手表 小提的老公景洪是一家房屋中介的主管 丹吉想买一套房子 于是便请风水大师李大嘴跟着他一起看房 李大嘴说这套房子阴气很重啊 住进去早晚得丢了命 景洪一天可气的不行啊 说丹姐啊这套房子作为朝南十分的安全 一年四季阳光普照 你可不能听这孙子胡说八道 陪着丹姐一起看房子 还有景洪的同事盈盈 两人在工作中一来二去就闷得闭 不过这件事小提始终是蒙在鼓里 由于暴雨引起了身体滑坡 很多道路都被阻断了 李大嘴说我掐指一算 今儿晚上一定会有人领喝饭 不出三天我保证有人去一家睡所大 就问你怕不怕 由于担心景洪连累到自己 李大嘴和丹姐办公场打了个厕所 小提开着车在前往饭店的途中 突然遇到了神婆罗德马 罗德马说大妹子你别往前走了 前面险象还生 搞不好你的气氛就扎了心了 由于担心小提等着着急 景洪就想让盈盈打个车回家 盈盈一听可不敢 两个人在车里吵得是不可开交 这二位在撕扯的过程中 汽车一头扎到了路边 小提开着车来到饭店门口 发现饭店居然因为下大雨不应验 这个时候景洪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 景洪说亲爱的你稍安勿躁我马上就到 可小提等了半天也不见景洪出现 此时的景洪也遇到麻烦 他正开着车赶往饭店的时候 突然看到阿乐出现在了后排座 景洪开着车来到饭店门口 可并没有看到小提 两人在电话里都说自己在饭店门口 可又互相看不到对方 这个时候一辆景车开了过来 从车载电台里传出了一则消息 说有一辆车被泥石流鬼活埋了 车牌号正是景洪的 原来景洪和盈盈的车撞到路边之后 很快就被泥石流鬼盖了 景洪为了救盈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看着自己的老公为了救小三领的盒饭 把小提气的是花质乱颤 接下来大眼雷讲了第三个故事 名字叫做红当当 作为阿乐的好朋友 大头和狗盛还是很够意思 每个月都会去祭殿阿乐一番 琪琪坐在门口休息的时候 无意中一扭头看到了景洪的灵位 琪琪说这不是坟地里陈恋那孙子吗 狗盛说人生无常说凉就凉了 当琪琪站起身 屁股上出现了两个红手印 这明显是被鬼给做了记号 果不其然呢 景洪的鬼魂跟着琪琪就回到了家 然后猛地发功就把琪琪给精神控制 从此之后 琪琪经常穿着一身红衣服去祭奠景洪 比景洪的老婆小提和小刺盈盈去的还紧 时间一长 狗盛和大头看出问题了 两人来到琪琪家 发现琪琪果然有些不正常 加上屋里忽明忽暗 阴气缭绕 把狗盛和大头吓得仨子去跑 两人刚来到楼下 正好撞见了大眼雷的孪生弟弟一颗痣 这位一颗痣比他孪生哥哥大眼雷还厉害 曾经获得过92年开于问答大赛的冠军 狗盛和大头领着一颗痣来到琪琪家之后 一颗痣一眼就看出这屋里的尾 他和景洪的鬼魂沟通了很久 双方才达成故事 景洪的鬼魂把一颗痣胖揍了一顿之后拍回屁股走 最后一个故事叫陀地位 熊哥主演的电影终于要上映了 他带着女朋友小薇来到了电影院 由于前面的两个哥们挡住了小薇的视线 熊哥和小薇只好换到了后面的座位上 殊不知这两个座位竟然是陀地位 所谓的陀地位也就是电影院专门给鬼坐的位子 大眼雷说熊哥 虽然你是我的偶像 但这位子你不能坐 不然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 坐在前面的大头无意中一扭头 突然看到阿乐正坐在小薇的旁边 虽然把这哥们吓得不轻 但他居然没有走的意思 这就有点没意思 小薇上卫生间的时候 鬼开始闹腾 这姐们一声尖叫当时就吓尿 吓唬完小薇 鬼又来到了南卫生间 给熊哥制造了一连串的幻觉 算是把熊哥彻底下梦圈了 他冲进放映厅 发现里面坐的观众全是鬼 这位大哥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了 影片的最后大眼雷做了一下总结 妖魔鬼怪虽然坏 不如人心更变态 尤其留意是面人 谨慎的地方把你害